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HK026.com 我是Apple Kim師傅 我們又見了 Hello Apple 大家好 今次我們要說回屋邨 你是哪個屋邨 發生了什麼事 今次的個案是九龍 九龍是一個很老牌的屋邨 真的很舊 九龍有很多屋邨 哪個屋邨 是西九龍 西九龍也有很多 好啊 Apple 再給你一點提示 現在填了海 填了海 大家知道 一個老牌屋邨 私人屋邨 填了海 那時我住在 因為我媽媽有屋邨 那時我回到香港就住在那裏 有一天要撿屋 大嫂脫 家裏有很多雜物 看了一些雜誌 時裝雜誌 要丟掉 報紙等 我就走出去 你知道你們平時怎樣丟垃圾嗎 就要走出去外面 當然有一個垃圾房 就讓你放下一些東西 後樓梯 沒錯 那我就走 走過去後樓梯那裏 那裏丟下 但我發覺推開門 你應該會看到樓梯 因為那個老牌屋邨 旁邊是垃圾房 這裏就是一個樓梯 即是樓梯 另外那裏才是樓梯 我推開門 一走去 原本就是門開一邊 另外那裏是牆 不會跟第二層 對面通過 不會的 即是一邊 我一推開門 正常來說 我應該看到牆 一邊是樓梯 一邊是垃圾 一邊是垃圾 有垃圾桶 放在那裏 我推開門 我看到自己在牆 那裏 是嗎 我正在想 那裏是鏡 沒錯 我正在想 那裏是鏡 當時我的頭髮 高度 年紀 的樣子 就是我自己 真的是我自己 我再看一看 等等 等等 她 那是一個女生 那時我也是二十多歲 現在老很多 她就在那裏 我搬著東西 打算扔 她就打開一本雜誌去看 在那裏說話 喂 你們行不行 這樣 你不覺得 以為是家裡的聲音 我看見對方 那個很像我的人 在牆 那裏 那裏應該是牆 但牆那裏 我看見是一個空間 Apple 你明白嗎 就好像擺了一塊鏡 是另一個空間 變成我這個是門口 她那裏又是門口 我站在那裏 她又站在那裏 那裏 那裏打扮 那裏的樣子 都完全是我自己 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我會在那裏 待著才害怕 但我捧著雜誌 那些雜誌 那對方 就是打開一本雜誌 我看一看他 他好像不再看不到我 就在那裏說 喂 你行不行 好像跟其他人說話 但那裏應該是一部場 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這麼奇怪 我想也不明白 沒有理由 我在那裏扔 那是一部場 我越想越覺得 很奇怪 於是我怎樣 我又放下一些書 我真的很想走過去問他 但我又覺得怪怪的 很奇怪 不知為何當時我突然作了一個版型 但你再看看那裏是否一塊鏡 不是鏡 不是鏡 這是一部場 第一件事 我就在想 不如我走上一層 我是否走錯了樓 還是不知怎樣 我即時在想 其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在家自己走出來 沒有上過樓梯 沒有什麼 我扔垃圾 我不需要搭電梯 不需要走上樓 是那一層 但我覺得奇怪 為何會見到這樣 是否我去了第二層樓 還是不知怎樣 我又試試上一層 我就走樓梯 上一層 上一層是一部場 因為它應該是一樣的 上一部場 我又試過再走下去 到我再走下去 我發覺已經是一部場 幻覺 我想不是幻覺 因為我真的站在那裏 我看著那位小姐 我真的看著她 我覺得為何你這麼像我 我想問她這件事 但我又見到她 但她好像看不到我 她好像看不到我 可以了嗎?快點吧 這樣問 頭髮、髮型、衣著 高度都跟我一樣 我真的以為自己照鏡 不過衣服是不同的 我穿著牛仔褲 她穿著裙子 所以又是解釋不到的 我不知道為何 這一身人 我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情 但永遠都是對我的運程 或者別人說 如果大部分人 形容這些是靈異空間 一些鬼神 或者怎樣 我可以說一件事 絕對不是我時暈低 絕對不是我身體不好 或者睡得不好 不夠精神 看到這些事情 這些算不算陰陽眼 我覺得只是觀點與角度 因為不同教派 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而我很相信 其實只不過是另一個空間 有時空間會重疊 就像我們所說的 小學生讀書時 數學LCM和HCM 他們有機會重疊 我們也沒有害過你 沒有的 touch it 今集到這裏 歡迎大家隨時進來的網址 拜拜 拜拜